新冠肺炎疫情在港持续蔓延 作为香港最重要的乐剧演出场地之一 新光戏院已暂停营业近两个半月 近日 新光戏院大剧场主席李屈敏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近百场演出被迫取消 约十万名观众受影响 受疫情影响不能入座 除了粤剧之外 也有话剧 也有很多个别团体的演出 所以对香港文化事业的影响 也是非常之大的 表演场地关闭 演出取消 于李居民来讲损失超过一千万港元 于乐剧表演者来讲更是沉重打击 李居民称乐剧演员是手听口听 没有固定收入 疫情来袭约有一半的从业员改行 乐剧观众多半是年长者 疫情下久待家中较为烦闷 为报答长者们多年来对新光戏院的支持 李居民决定将十年来 新光戏院最受欢迎的12出戏曲 免费放到网上 这也是香港戏曲界 首次将这么多套经典戏曲 用免费的方式在网站上供应 很快他们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反应是我们非常非常之意外 那个点击率是非常之惊人 就是破了网站的记录之外 也是我们是跌了眼镜 因为不知道原来的长者这么厉害上网 除了这个香港的观众之外 就是内地和特别东南亚和美加的上网频率 是非常之高 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强心针 首饰成功也让李居民找到了乐剧演出的新窗口 他希望借此转机 在网络上搭建一方新舞台 让香港乐剧通过网络传播得更远 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 我们会陆陆续续将一些经典的剧目 都会在网站那边临到公演 因为已经成为了一个舞台 未来我们都在考虑着 是不是可以考虑将一些好的戏曲 除了在现场播影之外 在现场可以直播 给全世界人都可以欣赏到 也是将舞台艺术 是通过网站带去全世界 一个非常之好的契机 虽然疫情结束后 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进行恢复和重整工作 但李居民表示 对未来乐剧的发展仍然充满信心 他也希望香港人能在这次疫情中学会珍惜 让香港恢复升级 这个疫情是人类历史上一个 从来没遇过这么大的灾难 各行各业各个人都要面对着 一个最大的人生的挑战 但是这个瘟疫也是教练了我们 特别是我们香港人 要懂得珍惜我们以前拥有的东西 原来我们香港曾经如此好 我们应该好好去维护和保护